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月12日下午 全明星坦在微博爆料称 独家曝光丰少丰林允其实也分手 人与脸走到尽头 至于具体原因 目前尚不得知 然而在2016年11月 还有网友拍到了冯少丰与林允 在上海逛超市购物的照片 从照片中看 林允着休闲黑衣 挽着冯少丰的手臂 两人姿态甚是亲密 加上两人同戴黑帽 在超市中显得十分低调 2016年初 冯少丰林允被拍到共度春节的照片 让恋情曝光 此后 二人曾多次被拍到亲密同框的画面 责任编辑 陈天如 UV089 分享 在相关阅读陶晶莹暗讽最强大脑 老选手还几新选手搜狐娱乐训 上周五 江苏卫视最强大脑 第四季凭借人机大战回归 可谓是吸睛无数 越来越多的观众表示更加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本周五的节目中 外号楼底林志颖的高岩 直选手谢超东 带着自己的技能强势来袭 宣战名人堂选手申一番 原本扣人新选的比赛 却出现了名人堂选手们集体反对嘉宾决策的状况 先知口快的四朝元老陶晶莹慎 至暗逢老选手排挤新选手 今年21岁的谢超东一生如雅的书生装扮亮相舞台 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强的记忆力的台一上场 就直指名人堂的记忆帮申一番 更是直接喊话 我要替代你 成为名人堂的一员 后台观战的申一番也不甘示弱 卷起袖子自信回应 你先取得挑战资格再来吧 现场火药味十足 尽管现场战役浓厚 周杰伦却看得兴致勃勃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不过 谢超东接下来的挑战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甚至在最紧要的关头 答案中还出现了错别字 这样看似微小的失误 却引发了名人堂选手和嘉宾们之间的巨大争议 魔方达人蒋立平直言 这样其实就应该淘汰了 名人堂主席王峰也在现场不断给为昆明教授施压之前 也有选手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是算错的 所以你看怎么办吧 他们的言论得到了名人堂选手们的负荷 可是现场的嘉宾流 国王梁 周杰伦等人都表示 错别字并不影响结果 在这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一分上 两方一时间争持不下 陷入了僵局 一方面镇守名人堂的选手们 句句犀利 被点名接受挑战的深一番 甚至翻出上一期节目中 答题 迅速并完全正确的游东梅 在他看来只有和游东梅这样有实力的选手竞争 比较有看头 和谢超东PK实在没什么意思 排斥是以抑郁言表 而另一方面 周杰伦和陶晶莹却认为名人堂的 选手们太较真了 没有必要因为一个错别字 而判定谢超东的成败 两方的争论 甚至让魏昆明教授 也显露出了一丝为难之意 从第一季第一期 就见证最强大脑的四朝元老陶晶莹 看着名人堂选手们争执的情景 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 不仅比脑力 他呈现了很多人类心理学现象 你们名人堂里记不记得英豪来的时候 你们也很生气 现在你们又是浴火的了 我觉得这个现象太 优趣 这让模仿演示王英豪面露尴尬 的确 在第二季的时候 以王玉恒为首的老选手 对于王英豪的加入都表现出了不悦 甚至在上台庆贺的时候 刻意避开了当时的新人王英豪 陶晶莹画里暗讽名人堂的老选手们 排挤着新选手的加入 场上形势一度陷入尴尬和胶着的状态 这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 最强大脑的选手之间 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和谐 而选手们的心态也并不超脱豁达 然而 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 在国宾总教练刘国梁提出的家事要求下 县超东究竟能否完成挑战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本周五晚21点10分 江苏卫视最强大脑 责任编辑 刘淑兰 分享 赞相玩阅读